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新闻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有人说不是 这是台湾新闻史上最光明的一天 因为不要红色的声音渗透到了台湾 这个你注意到了吧 你应该在中天电视比较了解吧 我看过一下 因为中天电视这个蔡旺旺 台湾这个老板在大陆有投资的 他全职拥有 他还拥有这个中国时报 他对这个媒体啊 这个权力太大了 再说这个中天呢 我看过这些报道是相当的搞笑 在这个总统选举期间 他完全是韩国瑜的啦啦队 他这个报道啊 就比今天这种CNN啊还要不辞贫 所以在蔡英文上台把他给关掉 我认为无可扣非 只要蔡英文是明选的总统 他是明选的总统 他有这个权利 是不是 因为你这个报道事实啊不够供应 是不是啊 所以呢 这也是民进党台湾这个实行民主以来 台湾一个民选的总统第一次 也不是说叫他关门 你这个执照我以后就不给你延期了 也就是这么点破设 我觉得台湾的这些国民党小题大早 为什么 因为大陆也一样啊 凤凰台啊 在大陆现在能全面落地吗 不也就屏蔽吗 是不是啊 川普说跟中国交往要对等啊 你们这些人不满意中天啊 不获这个延期 说这样就是言论自由 就是黑箱 那你间接在骂谁啊 你不是在骂大陆吗 是不是啊 那你叫中天台 也在大陆落地广播好不好 不要说在大陆 就在福建一省啊 你就在蔡旺旺啊 在那个中把那个中间在福建落地看看 这现在这个形势 你试试看 是不是啊 所以在人家台湾有台湾的法律 人家有人家的国情 这个中华民国是的 再说人家是个民选的总统 如果你不喜欢 很快下一届你就把蔡英文给选下去 再说谁都可以骂蔡英文 民进党啊 封闭电视台 是这个打压言论自由 就是国民党最没资格 如果今天是李敖啊 他自己成立一个党要选总统 什么李敖罢这个最有资格 因为李敖是国民党的时代 被禁书因为言论抓去坐牢的受害人 但是国民党在即使在蒋经国时代 对于新闻言论是个加害者 现在由他们来喊愿 我觉得非常的滑稽 是不是 另外一个就是关于台湾方面 有一个消息就是 中共正准备起草一些清单 所谓清单就是把一些 他们认为的台独分子 给予这个清单制裁 这个您怎么看 这个就像1948年 这个快要这个解放军渡江 打南京以前 不是公布一个战犯名单吗 蒋介石名列第一 还有什么宋美龄啊 什么陈城啊 胡石啊 白从喜啊 这些人呢 是一种新女战 就是说像1948年49年 48年底还是49年 公布战犯名单 战什么犯 那个时候中华民国 定都南京 蒋中任总统 是一个合法的总统 所以现在大概 也是按照这个公式 所以有人会从此推断 是不是这个公布台独名单 以后就动手呢 这个就不敢说 是不是 但是现在第一个就把这个 苏贞昌就展开这种文革的批动 是不是 但是也不是说 把他们列为战犯 是台独分子 就是说要进行制裁 这一招也是从美国的学来的 那怎么制裁法呢 就是说跟苏贞昌 或者台独分子 有往来的 你们就不能够在大陆投资了 目前是这个意思 有多大作业了吗 您认为 有多大什么 有多大的效果没有 我认为这个效果不大 因为蔡苏贞昌也好 蔡英文也好 都是台湾民选出来的 这不是说他即使他们 首先他们没有宣布台独 因为到今天为止 还是中华民国宪法 第二要他们有些什么 政治倾向大陆看不顺眼 不是他们个人的问题 这是代表了他们选民的 他们是选民的代表 是不是 所以我看这个作用并不是太大 因为这个台湾人 这2300万人跟香港人不同 台湾人从就像以色列一样 过去70年都在战争的阴影里头 生存习惯 而且壮大 除非真的要动手 说实在台湾的这个国军的实力 到底是不是能够抵御呢 这个我不懂 我看是最近这些什么F-15这个战机 连续出事 这里头不知道有没有别的文章 是不是 我看这个台湾的军队 军队在台海战争里头 是不是真的 所守得住 这个我有点的怀疑 其他这些 嘴炮的 口水的 我看这个 作用不是太大 嗯 我看这个 好 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